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看配料 这是青辣椒 红辣椒 麻麻辣辣的 花椒 还有这些配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是五花肉 用我辛勤的双手洗得很干净 然后一会给大家做一下怎样制作这个红烧五花肉 首先把这个水煮开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肉放在里面煮20多分钟 煮熟了之后把它切成一片片的 然后进行炒 我一会给大家制作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欣赏 好 现在水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洗干净的那个肉放在里面用开水煮一下 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 热得快一点 那个肉已经煮好了 然后这个锅把它热了之后再放油 记得千万一粒锅烧过了之后再放油 并且把这个油也要烧开一点 烧开一点这个油味得好一点 然后这个油烧开的好了以后 把这个花椒放在里面 这个冰姜也放在里面 味道就吸来了 肉放在里面 然后 Ethan 炒了一会儿 然后这个油油烧开了 后放那个 把这个辣椒放在里面 然后红辣椒 红辣椒 虽然颜色搭配的好看一点 生姜 还有一个洋葱和辣椒 就放在里面 炒个两半斤左右 红辣椒皮了就够了 放点盐在里面 凝食为天 美食是我们的重重的里面 汉堡或不是我们的重重的亲战 再放点酱油在里面 红辣椒五花肉里面 弄好了 它可不是一般的红辣椒五花肉 它装满到我对炭宝的生活感情 欢迎大家来品尝 我关掉了 然后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装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的红辣椒五花肉 已经制作好了 万选千三种事情 为我演在行不行 你可以看到 我都不知道 你在修理 做个小椒 做个小椒 你放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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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在这边 或者你有吗 你放在这边